嗨,我是魏老闆 上次讲到结婚的话题 好像获得大家很大的回响 原来大家对结婚这个议题很有兴趣 这一集其实也是一个续集的概念 因为上次有讲到说 到底为什么要结婚 或者是结婚到底跟谈恋爱是差别在哪 然后就有很多人敲碗说 那可不可以来一集 怎么样判断或分辨 什么才是适合结婚的对象 我们这一集就来聊这个哦 如果觉得我内容还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很多人都看片然后不订阅 快点哦 快点订阅 幕后胸光 订起来订起来 才不会错过我们好的内容 我们内容越来越精彩了 赶快订阅吧 所以呢 两位小编觉得 什么样的对象适合结婚啊 你会怎么判断啊 这么帅 看一辈子都看不腻 我以前都是那种 我很爱他 我就觉得可以结婚 那你不会怕你一定不爱他吗 你知道爱情的保鲜期 多长 我觉得 不一定啊看对方啊 对 如果只是因为爱的话 会有一种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爱你 问你什么时候不爱他 就有一种 爱可以克服一切 什么东西啊 你很少女漫画耶 爱可以克服一切 我觉得 不做坏事的人 不做坏事 那不要怎么办 不是因为现在社会案件太多了 还没有被抓去关的那些东西 哈哈哈 就是社会案件太多了 就很怕自己被杀死 哦 很恐怖情人哦 对 就是只要这个以外我觉得都还行 就不要做坏事 我还有一个啦就是财务 财务不要有问题的 对 不要造成到时候会有经济困难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要嘛很爱 要嘛财务 要嘛不要犯法 大概就是这些 你知道吗 之前我在分享恋爱经 或是结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曾经有人说过说 可是我老板你自己离婚耶 你讲这个有幸福理吗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从你愿意跟他结婚的一个对象 然后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再爱他 主动决定自己要离婚的这个过程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因为我看到爱情的消失 最后还是破点 你就更清楚说 为什么一段好好的感情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才有这个立场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不去好好经营 很多感情就是会变糟 那我们现在怎么去选择适合的结婚对象 只是在要去思考说 把时间放到这么长远 你可能是三十年五十年的婚姻的时候 也许相对来说 选择怎么样的对象 可以比较不怎么样 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意思 但是没有办法保证好不好 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你自己的感觉也会变啊 好 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先考量一件事 就是智商 因为我觉得聪明啊 智商高啊 然后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啊 比较可以一起面对婚姻上面的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先讲的不是交男朋友 是讲结婚嘛 那你结婚第一个你时间可能很长 第二个你可能要一起面对很多生活上面的考验 不管你是搬家 智产 还是育儿生小孩 或医疗 任何人生中的大事 对 我跟你讲 找个智商高聪明 然后很有生活经验的人 绝对不是扣分的 一定是加分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用这一点来思考的话 聪明智商高的神队友 在怎么样 在面临人生的各种问题的时候 一定还是会 比较可以互相协助到的 对啊 你就想一个整天给你添麻烦的 不要说协助了 你整天收拾他的烂摊子都来不及 真的 神队友好像还可以顺便处理一下 老婆跟婆婆之间的冲突 所以其实所谓 刚刚讲的应该只讲到智商高 其实还要清商高 就是懂得怎么处理很多的人情事故 然后比较成熟的对象 例如可能他就不是个妈宝 或者是说 刚刚讲的 其实如果有婆媳问题的时候 他至少怎么知道怎么拿捏那个界限 然后应该站在哪一边 或者是有比较好的沟通能力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要一起考量的 因为你们一定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调查是说 造成婚姻破裂 最主要的是外遇以外 就是婆媳关系 是哦 对 就除了任何一方外遇以外 再来就是这种 那这个东西其实取决于对方很重要 当然因为你自己有爸妈 你怎么样去 让对方跟自己的爸妈是可以相处的 也很重要 对 有时候我们自己跟自己爸妈都不能相处了 你是 你是要对方怎么跟自己爸妈相处 一定是这个中间者 非常重要 那这些东西是在你恋爱的时候 你应该就 要发现的 例如他的沟通能力很差 你怎么能期待 他跟你之后 你们婆媳有问题的时候 他是可以有一个独好的角色 对 那是有办法观察得出就是 这个男友 之后会把我雇小孩吗 雇小孩 因为如果全部都丢给女生的话 这样女生真的会累死 就是要看他的观念 比方你们可以聊到育儿 或者是有时候新闻看到一些 就是有关小孩的生养的这些 你就可以开这个话题 然后你要看他的观念 是不是觉得是要一起带的 因为有些男生就会说 不是啊 女生怎么都不好好带小孩 这妈妈这样有问题啊 他讲的一些话你就会知道 他觉得是女人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你这样很自然的跟他聊 可是你千万不要直接说 你觉得带小孩是一两个人责任还是一个 不是这种的 是要无防备 你可以随便开个话题说你朋友 我朋友最近就是生小孩啊 然后他就辞掉工作在家带小孩 然后他就说他回到家之后 他老公都没有帮忙什么 他说他好累哦 看他怎么说 对就是感觉在聊天而已 然后他可能就会说 拜托 只有男生在赚钱 当然他带不然的 因为子杰文他会有防备 他就会讲一个他觉得适合的答案 你不要让他有防备 他会觉得你在骂同事 我就说我那同事 他现在只要一带小孩 他就说他很累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怎样的 然后你看他怎么说 他说对啊 什么好累的 本来就是妈妈责任啊 然后在播出之前赶快先问 对就是要用聊天的方式 去发现他的价值观 不然他有防备的时候 他一定讲你喜欢听的 他说没有啊 本来就要一起的 他就讲假话就没用了 的确有很多人是大男人 他就觉得生养小孩或教育 全部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 然后他就是负责骂你 有啊很多男生是 爸爸骂妈妈 只要你小孩犯什么错 他全部就是骂妈妈 你看你没交好没带好 因为他觉得是老婆这个人的责任啊 妈妈的问题 就传统嘛 那我立刻离婚的 哈哈哈 我为什么要跟他结婚了 是啦 先观察 对啊 先观察 其实男生看女生也是 你如果今天要找的就是一个 可以帮你在家相夫教肢 好好带小孩的女生 你就要去观察他的事业心 嗯 比方好多你认识我这种的 我可能就会 在交往的时候就让你知道说 我不可能吃掉工作带小孩哦 我一定是会兼顾我的事业的 我不可能完完全圈在家带小孩 在家带小孩超辛苦的上班很辛苦耶 对啊 那我是不愿意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24小时 面对小孩 那如果你是我男朋友 你就要发现我是这样的女生 那这个可能不符合你的 择偶条件 你就要跟我分手了 嗯 你就不要在那边一直想要改变他 跟他说 没有啦 女生其实事业没那么重要 我养你就好啦 你就好好带小孩 不要浪费这段时间 因为那是我的价值观 你没办法改变我的 嗯 然后你们就会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所以谈恋爱就是去 寻找对的人 而不是把这个人 改变成你要的 只要价值观不合 或者是你们认为 接下来可能 面临的问题是不合的 就 不要勉强 嗯 好 所以总结第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你们要结婚会面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课题 你要去想他的 各方面的价值观 跟人格特质 是不是能够 忙上忙的 而不是 让你一个麻烦的对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哦 第二点就是刚刚小朋友讲到说 不要有什么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包含很多耶 有什么不良嗜好 叫檳榔吗 抽烟跟叫檳榔是不是看个人啊 看个人啊 看你可不可以接受啊 嗯 对啊 我觉得那不算到完全不良啊 所以真正的不良嗜好是什么 比方赌吧 我觉得 因为我听过很多人 一生就是赔在赌这件事 男生就爱赌 然后把全家的家当就赔光了 老婆也要一起还债 然后小孩也很可怜 只要会赌 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了 嗯 对 可是赌这件事情不是 不是传统大家以为赌场还是什么 有时候有可能有时候是线上游戏 是有赌金的 嗯 我不知道就是 现在的赌太多了 其实股票也是一种赌 怎么样叫投资 什么样叫赌 要看他是怎么玩这件事情的 嗯 那我我自己是觉得只要碰到 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赌 那都真的太可怕了 嗯 所以性格上面不能太过度的投机取巧 那如果男生就是以前很爱赌 但他就是 以前很爱赌 比如说他结婚之前就说 哦 走三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不赌了 这样是可以相信的 上次回头 你要判断久一点 因为有些人不赌 是因为他现在没钱了 哦 他他本性还在 也许一有钱又拿去赌 嗯 所以我之前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集有教过 怎么观察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时候 里面有讲到一批是说 你可以看对方拿到一笔钱 尤其是什么年终奖金啊 或者是什么业绩奖金 或者是万一他中了发票一万块 这种 不发而来的一笔钱的时候 他拿去干嘛 嗯 那通常就是他用钱的价值观 例如他可能有些人是拿去买东西 有些人直接拿去当赌本 你就知道 他平常不赌是因为他没有本 一有本他就先赌 那你就要小心了这样子 所以多花点时间观察一下 他是不是有成了彻底新了 还有那个吧 我觉得去酒店嘛 好像蛮不好的 很多人会问到说 对方有这个习惯怎么办 那如果应酬必须去怎么办 我知道其实有一些性质的工作 是要去那边应酬的 嗯 我曾经有一个女生朋友 他结婚了 你知道他怎样吗 他说他老公谈生意 是一定要去酒店 他面对的客人 就是一定要去那边 小事情 才可以把事情倒定 他说都是他亲自开车 送老公到酒店 他说他是亲手把他奉上的 对 他知道这是他老公 谈生意的方式 他是为了做生意 而去这个地方 然后平常他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爱好的 他就觉得可以接受 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老公在干嘛 所以他就可以体谅 这样子 那你如果完全不能接受 你就不要找了 这种工作性质的男朋友啊 然后你在那边 在那边气了要死 那我觉得比较难防备的是那种 结婚后他才这样的 这才是比较你没有办法防备的 懂我意思吗 就是原本就这样的 你大概心里有地嘛 那你就是要不要接受 比较麻烦是你结了 他才这样 那这种你就一样 一样要不要停损的问题 你要因为这样 不要这个婚姻 还是说你为了要这个婚姻 其实你觉得 你可以整一只眼比一只眼 这个是你要自己去抉择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怎样是对的 嗯 我昨天有一个IG的粉丝 跟我说 他老公每次回到家 都要跟辣妹视讯 他就说 他不知道他老公 为什么都要这样 回到家在他面前 就是找乐子啊 就是跟辣妹聊天视讯 就直播什么 他就觉得好玩啊 可是他就这样子 在他老婆面前视讯 对 对 然后我也有真正的 自己的一个朋友 他老公也是这样 真的假的 然后他就觉得没什么 他就觉得说 那只是他的交钱而已 我知道 有些人会举这种例子 就是说 你可以看韩剧的欧巴 我不能去看那个辣妹 就是你们 你们看偶像剧看那些欧巴 那我就是跟辣妹聊天 我没有跟他怎样啊 我就是在那边乱聊天而已啊 我不会跟欧巴聊天 或者是看IG 都在看那个 很裸露很性感的辣妹之类 就是追了两百多个 然后每天都是 对 你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 有些人会觉得 那看图就算了 我觉得聊天不行耶 到聊天不行对不对 不行 然后我们追踪两百个辣妹 看图可以吗 这我应该不行 看图不行 我觉得图应该可以 看图就不行了 不是就追踪两百个 跟你追帅哥一样啊 对啊 我们可能也追了五十个 那个东西名人帅哥 欧巴们吗 金城武之类的 你可以看帅哥 他为什么不能看辣妹 我把他给过 哈哈哈哈 我没有水位 好 再来 跟他私讯 不行 发讯你去跟对方打赛就不行了 不行 那何况当然你们视讯不行 因为视讯就不行 还视讯 然后刚刚IG粉丝讲的这个是 他是跟他聊天 他真的有在跟他聊天 对 然后他就很痛苦 他就觉得为什么 他老公要这样 我听得也很痛苦 对 怎么办 我也是劝他说 你要在这个moment决定 这个男人 你愿不愿意 跟他继续相处下去啊 你可以先跟他说 你很介意嘛 可是他有可能就像你刚讲的 他会跟你解释 他不是要跟你看韩剧一样 我说 我没有怎样啊 那如果那个男生说 溝通看看 你要我不要看辣杯 那你就不要看韩剧 最后就变成两边都偷偷看 对啊 我躲在厕所看 去厕所都超久 我觉得就是溝通看看说 一个是你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可不可以停止这件事 然后一个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他地下话 不让你看到 你会不会就给过了 然后还是说 你真的就是不能 你宁愿离婚你也不要 这个是你自己才能决定 我也没办法帮你决定 啊我个人 我讲我自己 我可能接受 对你爱看就去看 我就先走咯 嗯 我就是这样啊 我不想花时间去改变你 我跟你吵架 我就是会跟他说 我不喜欢这样 然后 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 那我就 我就会自己默默 离开他 对啊 然后也有听过是那个 会一直乱借朋友钱的 哦 这个也不行 那很麻 这比较不良嗜好 就是他可能 他的哥们都一直跟他借钱 或是他家里 不要说是不良嗜好 可是他就是会一直发生的事情 那你在婚前其实都要去 注意有没有这件事 嗯 婚前你可能觉得啊 没关系 他很孝顺啊 他很照顾朋友啊 你可能还觉得他这样很好 婚后影响到你们的经济 你奶粉钱都不够的时候 他还拿钱借朋友 你可能就开始介意了 嗯 所以不要都只有在现况想事情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结婚 你都要放到是结婚以后 去想 啊如果那时候还这样 那你真的要吗 嗯嗯 第三点就是有关 独立或自由之类的事情 我个人自己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 就是 就是我希望对方是尊重我的 主要是因为结婚就要把我关的死死了 然后可能不让我自己有 朋友 或者是让我自己有事业这样 互相尊重的意思是 就是要互相报备嘛 我觉得你们在恋爱的时候 应该会有自己的模式出来 是不是对方都会互相讲一声 嗯 我觉得互相尊重这件事情是说 你要尊重对方有独处的需求 除非他没有 像我自己 我真的是有独处的需求 你不要整天黏着我 那我也不会整天黏着你 像我自己就有遇过啊 就是 不让我去跟我的朋友捧面 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闺蜜啊 我有自己的什么同学啊 我怎么可能全部时间都给你 嗯 他就觉得你陪我时间都不够了 为什么还要跟朋友见面 那我就觉得你不尊重我啊 要了到 你不让我有自己的空间 对 如果你是一个很需要自由 跟独立自主的人 你就不要选这种对象 嗯 他相对的 如果你很想要对方 一丝很黏你的 那你 你可能选到很独立自主的 也许你会觉得他不够爱你 也说不定 那这些都是 先了解自己再去选 嗯 对 我觉得独立自主还有包含 他尊不尊重你的喜好 比如说打球重要吗 他很重要吗 有没有我们带小孩重要吗 什么 你会用家庭的一些枷锁 不管小朋友啦 婚姻的责任 去要他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我觉得很多人很容易会这样 或者是很难 等我刚讲是女生嘛 但也有男生是会说 你现在都当妈妈了 你还穿这样干嘛 有什么他花钱在什么什么 现在当妈妈咧什么 都会 男女其实都会 都忍不住会 拿来 要求对方不要做什么 那我觉得这都不是好事 你不尊重对方的喜好啊 然后你不尊重对方的需求 对 那不尊重的这件事 在恋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 会管太多 对 会没有界限 你就要知道很多人在这个东西 在结婚之后就会 哇 他更有很多的大帽子 可以扣在你身上 因为你结婚了啊 你怎样啊 你不可以再什么了啊 然后你小孩怎样了啊 这样感觉好像我结婚 就要变了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很多人好像误以为 结婚之后 两个人会完全变成不同的人 因为为了要当爸爸妈妈 或已婚之后 应该有更多责任义务什么什么 可是其实这是很难的 因为 我们还是有原本自己的性格跟喜好啊 你应该是要找一个 他原本的性格跟喜好 跟你合得来 可以一起走长久的婚姻之路的人 而不是期待他 放弃原本的自己 然后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人 我觉得没有人受得了这件事啊 嗯 所以就是互相尊重 然后保持各自的独立自主 真的很重要 然后我强调一点 因为我发现我之前 讲独立自主的时候 很多女生会误解这句话 就是一样 就是带着框架看问题 就是他们会说 那么独立自主的话 那交男朋友干嘛 或者是 如果你那么独立自主 那这种方有爱吗 他们可能会以为独立自主 就是什么事都要自己来 才叫独立自主 对 就是好像误以为独立自主 就是不需要对方 然后也不要对方 其实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 独立自主是指 你的心灵是自主的 以及你不是没有对方 会活不下去的 这不代表 你们不能浓情蜜意 或互相依赖啊 那是两件事 对 所以不要看到这句话就觉得 都一直说 他干嘛交男朋友 那难道没有交男朋友 你就会饿死吗 对 也不是啊 第四个点 其实刚才没有讲到一点点 就是一个人的成熟度 跟稳定度 这一点很重要 自己也是哦 你自己只要不够成熟 不够稳定 你谈什么恋爱 也是不会成功的 我好像都没有遇过什么 性格稳定的人 因为你都遇到 你都没有遇到性格稳定的人 我跟你讲 性格不稳定的人真的不行 会一时冲动 然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这样算是性格不稳定哦 当然哦 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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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可能 踩到某个点 他就会爆炸 不管三分钟也好 还是十秒 他会 不能控制他自己 也许对你动手 嗯 或是对自己 还是说他可能 他那时候在开车 然后他就飙 就是很恐怖 就是他可能会 伤害自己 或伤害别人 那个东西会造成 你们的生命安全的 这绝对不行 那这样子是应该要觉得 哦 这个人性格就是不稳定 还是要想说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会刺激他的话 性格不稳定的人 他可能很多东西都会刺激他 他是个未爆蛋 对 他什么都有可能受到刺激 所以我不确定 我到底又 又会不会又做了什么事情 又刺激到他 你怎么不可能一辈子 这样战战兢兢就是 而且他会变 他的炸战会变 我觉得我们正常的沟通来讲 不会有很大的刺激啦 嗯 我们就是正常的日常生活而已 难道你会动不动就说 哈啼哟 哈哈哈 事业这么糟糕也不 你不可能这样吧 就吵架的时候啊 可能言语会比较激烈一点 我觉得吵架的时候很好观察 因为吵架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会讲一些丑话 对啊对啊对啊 难免 比方女生不小心脱口而出 正很后悔跟你在一起 不要说男女啊 都会 所以我觉得很后悔跟你在一起 好 他如果这样就会抓狂 要揍你 打你 或者是直接摔东西的 我觉得这不太行 就是你只要刺激到他 他可能就会整个这样 我觉得这就不稳定 嗯 对 很可怕耶 很可怕啊 我高中的男朋友 是会去垂玻璃 就吵架了 整个手就流血了 不信 不管他伤害你或伤害自己都不行 因为 你不知道他下次是怎样 我们有看过一些新闻事件 是夫妻吵架 然后后来他可能就把小孩丢到 怎么样 就是你就会觉得 噢 这就是你选错对象了 然后最后是你的小孩在吃苦 或者是他受不了一些挫折 然后他带全家去死 情绪不稳定 是有可能变成这种家庭悲剧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会暴怒的啦 会控制不了自己的啦 会伤害自己的啦 不小心忍不住 打你一巴掌的啊 什么这种都不行 我有一个朋友是 他交了一个男朋友 他们有一次吵架 那男生翻桌 然后就整个破碎在地上 他马上就意识到说 这个男生是会破坏 不管破坏什么 慎怒之下会做一些暴力行为 那下次你怎么知道 他又不是把花瓶砸在你脸上 不知道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慢慢 慢慢的跟对方保持距离 慢慢分手 谈感情最怕就是 最后演变成是 生命安全的事啊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 想说 啊 可能我刺激到他 我刚不该讲那种话 我跟你讲 情绪稳定的人 就算你讲很重的话 他顶多就是跟你分手而已 他顶多就是跟你说 好啊 如果讲出这种话 那我看我们也不用继续 他就是走 或者是就顶多 我跟讲顶多 我们人都有情绪 我不是要跟你说不能有情绪 我顶多就是大哭大闹 那个大闹不是摔东西 你可能就是 锤抱枕 或者躲在棉被哭 然后冷战 可是你会去破坏东西的 或者是伤害自己跟对方的 延伸到这里来 这就要挺 情绪有问题的 有暴力行为的 不能控制自己的 会伤害你 会伤害对方任何的 真的都还是比较比较好 对 第五点就是最好是可以选 幽默有生活情趣的 为什么 我们刚前面有讲到说 婚姻是一条很长的路 你有可能是30年 50年甚至60年 你要想哦 如果你跟一个很平淡 很无趣的人在一起 那时间会很漫长耶 哦对啊 会很无聊 很无聊啊 就是会觉得 哦 人生没滋味 不知道跟这个人聊什么 可是你 你们可能又没有那么容易分开了 我知道 是不是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找乐子 就太严肃了 什么事情就是很严肃的去看待 然后可能 对吃也没什么兴趣 对玩乐也没什么兴趣 比如讲到吃就干嘛啊 花很多钱在那吃那东西干嘛 然后讲到玩 干嘛去跟人家人挤人啊 塞车什么 干嘛啊 那这是什么 春风都这样都不要玩不要吃嘛 然后还有什么 穿漂亮的衣服就干嘛 就衣服 衣服就干什么 对 什么都这样 然后就觉得 你要怎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一辈子 或是你开玩笑的时候 他突然很严肃的开始跟你讲大道理 对 哦 就忍不住一直说脚 对 就是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其实不是这样啊 什么明明就只是开个玩笑 对 太严肃太严肃 对 然后没有生活情绪 我觉得真的不行 生活情绪指的不是要很 很幽默或什么 我觉得是 比方好像也许他很在听音乐啊 或者是喜欢到处去吃什么啊 或者你们喜欢逛夜市啊 他可能会养鱼 还是养狗 或什么 就是生活上有一些乐子 而不要 他真的就是只有活着而已 他没有任何的生活 应该说 他所有的一切只做生存的事情 他不做任何生活的事情 那我觉得 我可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都没办法 嗯 对 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是 因为太想结婚 所以他什么都找食用导向的伴侣 他觉得他这样子很省 有没有 我不会乱花钱 他很务实 他什么什么 然后最后结婚之后再嫌他很无趣 可是你当初就是找一个食用伴侣啊 嗯 不会出去玩 然后最好也没什么朋友 什么时间都在你身上 然后也不会 也不会花钱再什么打扮啊 吃喝玩乐也不太那个 啊很老实 很好啊 或什么 可能很适合结婚 结完婚之后就嫌他很无聊 嗯 你就是没有把有趣或生活情趣这件事情考虑进去啊 嗯 所以我觉得 考量到这件事情是要生活三十年五十年的这种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点都是在相对来说让你们比较可以撑得那么久 这几个点只是在说可能哦相对没有保证 嗯 然后还有就是 重点是你要爱他啦 嗯 你这几个点都符合你不爱他要干嘛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找到一个 你也爱他他也爱你然后你们可以互相扶持 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价值观 他的生活经验各方面是跟你合得来 然后你们可以面对未来三十年五十年 不管生老病死不管育儿不管人生或这个世界的变化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队友的人 我觉得结婚就是在找人生的队友 那你要找神队友还是租队友 神队友 对啊 我也希望我是对方的神队友啊 而不是只是期待对方付出给你哦 不是 是互相 我希望我们彼此都是我们人生的神队友 而不是给对方添麻烦的租队友 对 所以你要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我适合怎么样的人 我们刚讲这些标准 你都也要用这些标准检视自己 对 所以这一集其实不是专逢女生的 就男生你也是用这样的标准去看对方 适不适合结婚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是性格问题 你就要自己更了解自己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相爱 嗯 我觉得小编讲也没有不对啊 爱可以克服很多事情 的确 因为当你还想跟对方走下去的时候 你们会一起想去克服 你不想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吵 可是有爱的时候你可能会 会有更多的力量 所以相爱一定是最大的重点 嗯 然后相爱以外可以再看看 刚刚我们讲的大概这几点 大概是这样哦 希望大家眼睛睁亮点找到 你的人生的神队友哦好不好 你还没有觉得什么是 如果是结婚的话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你不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帮我们补充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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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